特别我就这么多年来就研究发现 一个学佛的家庭 一个吃素的父母 他怀孕的小孩 非常健康 非常健康 今年特别多好消息 2月初8佛陀出家日 我有一个徒弟生小孩了 佛陀出家日他生一个小孩 2月19又告诉我了 哎呦 魔鬼徒弟又生小孩了 4月初8 哎呦 有个徒弟又生小孩了 你看都是好日子 6月19又生小孩了 前一段时间9月19又生小孩了 哇 你看 都是树胎啊 都是树食的 父母亲都是胎理树啊 然后这些小孩子 他妈妈到那个妇幼保健院 去检查身体 每次检查都健康正常 然后那些排队的 那些不吃树的母亲哦 一检查都不正常 然后医生就说 你要吃营养的哦 你要吃营养 小孩子营养不够哦 体重不够哦 然后又检查到 那个吃树的妈妈这里啊 全树的就 他就问他 你吃要注意哦 你不能再吃东西了 你小孩子超胖哦 他反过来问他说 你吃什么了 你小孩子超重啊 他说我没吃什么 我吃树啊 那医生就呆掉了 傻掉了 按照普通人的概念就是 妈妈怀孕了要补啊 对不对 但是那些吃肉 吃鱼的 吃鸡牙鱼肉 补的怎么样 小孩子体重不够 小孩子缺乏营养 反而吃树的 吃青菜 萝卜的 医生给他说 你不能再吃了 你 小孩子超重了 各项发育指标都很正常 唯一不正常的就是 比一般的小孩子要超重 超重 这个就是你看 多少年来得出来的 那些都是我徒弟 我现在做了几年师傅了 徒弟有经验丰富了 因为很关注这个 全世界通过我们生命电视台 哇 弘扬 然后很多就这种例子嘛 就这种例子 这说明什么 小孩子对这种 对食物 对有形的碳水化合物 反而不是很敏感 我们现在读书所学到的东西啊 叫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 都属于什么学问呢 我们所对整个宇宙了知的 只有3%到4 对整个宇宙不知道的是96% 而且这个3%到4 在这个整个宇宙里 几乎是可以被忽略的 宇宙的真相我们却不知道 这个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的 我们对宇宙的真相是不知道的 我们学到的那些 确确是恰恰是宇宙里面 很小很小的一些 我们读书到现在 我们长这么大 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智 是很好了 但是你知道你的头发怎么长的吗 你知道吗 你的眼睫毛怎么长的 你为什么眉毛长在眼睛上面 那很奇怪呢 眼睛上面长一排毛 我们天天刷牙毛也不方便 这个手上长一排毛多好 又不用买牙刷了 但是他不长在手上 长在眼睛上 长在嘴上面 一辈子花那么多钱买牙刷 你看费了多少钱呢 手上长一排毛多好 就这样刷牙 你得明白吗 你读书 你读书能明白吗 活一辈子 活到80岁90岁 你知道你人 你为什么吃饭 为什么喝水 怎么消化 你说吃饭喝水 那当然是 这个是很正常的了 那来了一个不吃饭的 我看你怎么理解 广东有一个小女孩 一生下来没多长时间 泰国就有一位师傅 到她家来 把这个小孩带走了 为什么 这小孩生下来就不吃饭的 到现在50多岁了 没吃过一口饭 这个女的 然后 就跟那个僧王 泰国僧王住一块的 僧王啊 富僧王啊 他们专门有寺庙的 皇家给他造的寺庙 他就跟他们住一块的 每年要到这个尼泊尔 喜马拉雅山 4000米以上的地方 要去打坐几个月 他说那边 我打坐修行的地方 200岁 300岁 400岁的人 不吃饭的人 多的是 就这一个好了 现在所有的营养学家 医学家 就把他拦倒了 就显得很弱智了 你怎么理解 人不吃饭 不用吃饭 他还是那个呢 他说每天只要喝 那个茶杯啊 玻璃杯啊 喝一杯水就可以了 他每天喝一杯水 那后来尼泊尔又出了一个 小活佛 对不对 往那一坐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水都不喝呀 水都不喝啊 然后各世界 各大媒体都 都都都都都 就觉得好奇啊 真的吗 这是一个神秘的国度 会不会说谎呢 他们就带着科学仪器 带着摄像机 24小时不断地监控 到底你吃水 喝水不喝水 他是不吃不喝的 也不去洗手间 就坐着那不动 就坐着那棵树下 也找了一棵菩提树 坐着菩提树下 不吃不喝不动 一天两天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五个月 六个月 就这样 然后西方人 因为西方人的思维概念不一样 他觉得一个人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有义务要保护他 然后尼泊尔政府觉得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件了 那我们政府 不能说无政府状态 不能说 他万一他是这样子 他死了怎么办 那我们国家的声誉 是要受到影响的 就是说 你这个国家知道 这么多人知道 为什么让一个人就饿死 对不对 西方人的概念是这个 那尼泊尔政府 就派出了一个医疗小组 去观察他 负责任地观察他 你不吃不喝 你会不会脱水 你会不会营养不良 你的健康会不会受到影响 甚至会不会死亡 西方的医学家也来研究 除了媒体 医学家也来研究 通过观察 然后他们也同步报道 那个BBC 法国的电视台 英国的电视台 美国的电视台 一边报道 一边还有相关科学人员 比如说医学家 营养学家 同步地跟主持人一起来做 因为这个片子 在拍的时候就发回去了 发回去后期要制作 制作的时候 那主持人就要有相关这方面的 就是科学界的权威 一边研究这么一个人物 另一方面 以现在的医学思维 一个人不吃饭 不喝水 会发生什么样子的情况 对不对 然后所以一边拍着他 外国人做片子很厉害的 一边拍着他 然后主持人在讲解 专家在评论 然后又放出 一个人 如果不吃饭 不喝水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拍出一个人 皮肤会干燥 然后角质成会发生脱落 然后体内湿水之后 嘴唇会怎么样 会干 他拍出来 他都拍出来 一个人嘴皮子开始起白皮 开始唇会裂 开始皮肤会 甚至脱水到一定程度 皮肤的细胞 它不能够 身体细胞不能正常工作 甚至会腐烂 会腐烂 机体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 表面看是什么情况 但是所讲的这一切 都是另一种情况 也就是世界上 他们所认识的正常的情况 但是摄像机 镜头面前的 拍到的 他一天 比如说 我是媒体工作者 你们前面说的 我都不算 我拍 我在这里 住在这里 拍一个礼拜 在一个礼拜 一个人不吃不喝 会发生什么情况 医学家会给出评论 他在这个前方在拍 后面的人就在这 就这个嘛 所以一般的人 会发生什么样情况 但是 在这个镜头面前的这个人 他们自己的媒体工作人员 要知道啊 西方的媒体工作人员 是不能说谎话的 他不可能做托的 不是变魔术啊 做托啊 他如果做谎话的话 他如果说谎话 被揭露出来 好了 他这就没有收视率了 他就有可能要破产了 所以西方人是很相信媒体的 在前线的拍的人呢 那摄像机 哇 那个可以聚焦的 可以可以拉远镜头 近镜头 近镜头 特写都可以的 但是一镜头 哇 拉到特写的时候 发现 他的准存变没有变 还是很红润 发现他的皮肤 还是很正常 一天 两天 三天 没有任何变化 跟医学家里面 营养学家所讲的 一个人将要怎么变化 怎么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医学定律 在他面前完全失灵 现在科学体系完全瓦解 不可理解 不可思维 不可推理 因为已经超越了 他们的医学 医学概念 常规概念 他不吃不喝 正在这个时候 大家发生争论 全世界轰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也见到了 那报纸上 照片 一个小 对不对 那个师傅 披着袈裟 坐在那里 然后那个 当时这个中国还没报道 我们在国外 看到英文的 看到什么的 我不识 但是他们就说 跟我介绍 说 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个新闻 当全世界的媒体 为之轰动的时候 大家也把他当成一个科学 研究的对象 包括尼泊尔政府都拍出 官方的医 这个医疗 医学观察组 除了尼泊尔的 世界其他国家的也有 把他当研究对象 因为这是人类的一种奇迹 这是用现代科学 无法解释的 这也就是在这个现象面前 我们所有的科学的理论 全部报废的 就是说 你现在的科学理论 是讲不通的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现象面前 现在的科学体系 都是瓦解 崩溃掉的 失效的 也就是说 是很无知的 这个领域 这个现象 没有解释 解释不出来的 但是铁的事实 放在那里 不仅如此 尼泊尔冬天的气候 它因为是靠近 喜马拉雅山 它是在南比尼 南比尼 它靠山区的位置 我们去过的 我们去过的 我们大巴车 不是开开开开 往山里去 有一个花园饭店 饭店的名字 我记得 那个城市叫什么 很美的 尼泊尔 那个城市 是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城 是吗 我们车都往里面开 开过 那个山区里冬天 还是蛮冷的 低温还是会降到 五六度 有时候白天也只有 十二三度 但是它怎么样 它衣服还是那样 还是一个露着胳膊 也就是藏传佛教 它是藏传佛教的 撒迦派的一个师父 年纪只有十五岁 还没有受比丘戒 只受了五戒 只受了五条戒 受五戒 回家里看爸爸妈妈的 看到爸爸妈妈 在喝酒抽烟 吃肉 他就劝他们 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不要吃肉 那样不好的 然后他就 不愿意住在家里 因为家里有肉味 有酒味 他就住在 村庄附近边上的 就是森林当中的 一棵树下 结果住 坐到那边 一天两天三天 他家里人还 回去吃饭 他不理他们 一个礼拜下去 他也不吃不喝 就坐在那 白天晚上就坐在那 是这样子的 后来家里人 被他感动了 后来说 你回家吧 回家 我们不吃肉了 我们不喝酒了 然后他也不回去 然后村庄里的人 也被感动了 村庄里的人也来说 我们不吃肉了 不喝酒了